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传奇女性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童年的兼任 苏珊·毕安东尼的早期岁月 二选举权的战士 安东尼的女性投票权斗争 三不屈的一致 苏珊·毕安东尼的持久影响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童年的兼任 苏珊·毕安东尼的早期岁月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位女士 她的童年比一块老师印堂还要兼任 她就是著名的女性权力斗士 苏珊·毕安东尼 这位女士的早期岁月 比起现在孩子们的童年 可以说是硬核模式开启 首先 让我们把时光倒流到1820年 这一年 苏珊出生于一个 充满理想主义的夸克教徒家庭 她的父亲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 这一位祝苏珊从小 就被灌输了平等和正义的观念 你可以想象 当其他孩子 在学习如何用餐具正确的吃饭时 苏珊可能正在学习 如何用道德的力量 去反对奴隶制度 苏珊的家庭并不富裕 这让她从小就学会了节俭和资历 她的童年 可以说是在节约模式下不过的 她的玩具 可能是家里的锅铲和木勺 而不是精致的洋娃娃和玩具车 这种简朴的生活 无疑锻炼了她的意志 让她在未来的斗争中 更加坚韧不拔 教育方面 苏珊的父亲 坚信女性应该接受教育 这在当时 可是相当前卫的想法 因此 苏珊不仅学会了读写算 还学会了自我倡导和辩论 当其他女孩 在学习缝纫和烹饪时 苏珊可能正在练习 如何在公共论坛上发表演说 这种训练无意味 她日后在女权运动中 发生奠定了基础 有趣的是 苏珊在学校的表现 并不是一帆风顺 有一次 她的老师拒绝教她长处法 只因为她是女孩 这激起了小苏珊的反叛精神 她不仅自学掌握了这项技能 还在后来的生活中 尝出了无数性别歧视的 陈归陋习 苏珊 B 安东尼的童年故事 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不利的条件下 一个人的意志和决心 也能够成就伟大 她的故事 就像是一部励志电影 只不过这部电影的特效 预算极低 所有的打斗场面 都是用言语和信念来进行的 总之 苏珊 B 安东尼的早期岁月 是一段充满挑战和学习的时光 她的坚韧和勇气 为她日后成为一名伟大的社会改革者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我们 不妨从她的故事中汲取灵感 学习如何在自己的生活中 展现出同样的坚韧和毅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选举权的战士 安东尼的女性投票权斗争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位 不仅仅是女性投票权的战士 而且可以说是选举权界的 终极健身教练 苏珊 B 安东尼 Susan B Anthony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她不仅锻炼了自己的权力肌肉 还带领一大群女性一起健身 让她们的选举权 二头肌变得越来越强壮 苏珊 B 安东尼出生在1820年 那个时候 女性的权力比现在的智能手机还要少 她是一个教师 演说家 还是一个顽强的社会改革者 她和她的好朋友 伊丽莎白 凯迪 斯坦顿 Elizabeth Katie Stanton 一起 成为了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运动的领军人物 安东尼小姐不是那种 只在推特上发发牢骚的活动家 她是实实在在走上街头 敲门挨家挨户宣传女性选举权的行动派 她的口号可能是 不给权力 不罢休 有趣的是 1872年 安东尼小姐在纽约罗切斯特的一次选举中 非法投票 因为当时的法律禁止女性投票 她被逮捕 并被罚款100美元 但她宁死不屈 拒绝支付罚款 这件事情 成为了新闻头条 为女性选举权运动 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她的斗争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她面对了无数的嘲笑 反对和法律障碍 但她就像那个永远不知道 何时放弃的健身房里的人 不管多少次失败 她总是重新站起来 继续奋斗 安东尼小姐的努力 并没有在她有生之年得到回报 她在1906年去世 而美国的女性 直到1920年 才通过第十九休正案 获得了全国性的投票权 她的名言失败是不可能的 Failure is impossible 成为了女性争取平等权力斗争的口号 所以 下次当你在健身房 感到筋疲力尽的时候 想想苏珊 B 安东尼 想想她那坚不可摧的意志 和不懈的斗争 她可能会告诉你 再做一组 为了选举权 我们不能放弃 而且 如果你在跑步机上感到无聊 可以想象自己是在追赶历史上的那些 伟大的选举权战士们 这样 你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正义而迈出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不屈的一致 苏珊 B 安东尼的持久影响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位女士 她的名字在历史上重如千军 她的一致间不可摧 她就是苏珊 B 安东尼 Susan B Anthony 这位女士 不仅是女士 应该说是女性权力运动的巨人 她的故事 比我们大多数人的意志力还要坚强 首先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 如果苏珊 B 安东尼活在今天 她可能会是 那种在社交媒体上 拥有数百万追随者的网红 每天发布关于平权的推文 让所有不公正的事情无所遁形 但在她的时代 没有推特 没有Instagram 只有真实的 面对面地 社会运动 而她就是那个站在最前线的人 苏珊 B 安东尼出生于1820年 那是一个女性 几乎没有公民权利的时代 她不能投票 不能拥有财产 甚至在法律上 她的地位都不如一个成年男子 但是 安东尼小姐可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 她是那种会在投票站前被逮捕 因为她敢于挑战法律 试图投票的人 是的 她真的因为非法投票而被逮捕过 这件事情在当时 可是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她和她的好友 伊丽莎白 凯迪斯坦顿 Elizabeth KD Stanton 一起成为了美国女性主义运动的先驱 他们两人合作无间 就像是女性权力版的蝙蝠侠和罗宾 一起对抗那些认为女性 应该只在家中做饭 和照顾孩子的反动势力 安东尼小姐的遗志 在她去世后依然坚不可摧 她在1906年离开了我们 但她的精神和她为之奋斗的理念 却在1920年 通过了美国宪法第19修正案 得到了体现 赋予了女性投票权 这是一个多么甜美的胜利啊 虽然她没有亲眼看到 但我们可以想象 她在天上一定是微笑住的 如今 苏珊 B 安东尼的影响力 远远超出了她当初的想象 她的名字成为了女性争取平等的象征 她的面孔 甚至被印在了美国的硬币上 这可是一个 曾经连投票 都不被允许的女性啊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是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 坚持不懈的斗争 也能够改变世界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那没有住苏珊 B 安东尼投向的一美元硬币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枚硬币 这是一个女性不屈不挠 坚持到底的一致的象征 而这份一致 至今仍在激励住我们继续前进 为了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而努力 总结起来 苏珊 B 安东尼的早期岁月 是充满挑战和学习的时光 她的童年 比一块老是硬堂还要坚韧 她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最不利的条件下 一个人的意志和决心 也能够成就伟大 她的童年故事就像一部励志电影 只不过特效预算极低 所有的打斗场面 都是用言语和信念进行的 她的女性投票权斗争 更是让她成为选举全界的 终极健身教练 她的不懈努力 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力的斗争 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虽然 她在有生之年 未能见到女性投票权的实现 但她的一致依然坚步可摧 她的持久影响 超越了她生前的想象 她的故事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 为了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而努力 所以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